露露啊 你知不知道奶酪毛蛋他们有没有什么黑历史 你告诉我们 这样我好威胁他们和我们打巅峰 啊 你的意思是让我背叛我的挚爱亲朋 手足兄弟 挖出他们的黑历史被你威胁 最终沦落为你的巅峰上分工具 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就告诉我们吧 抱歉 我一定不说是你干了 事成之后 我还给你发腹肌帅哥的联系方式 怎么样 诚意满满吧 腹肌帅哥 啊 不不不 不想 谁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告状呢 况且他们可是我的挚爱亲朋 挚爱亲朋你懂吗 我怎么可能随意背叛他们 脸的腹肌帅哥 那么至于黑历史 肯定要从第一期证明下手 毕竟那时候我们技术都不太成熟 肯定能行 先看看奶酪的 第一期叫做病院之谜 让我看看怎么事 我是一个神经病 啊 不是奶酪你上来就对观众敞开心扉 对大家一点拒谨都没有 不愧是傻蛋了 这样吧 这够不够黑啊 不够 继续看啊 开局我们出生在自己的卧室里 地上有一把棒球棍 拿起它 它可以轻松地打飞其他担子 总理 卧室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去洗手间看看 吸把脸精神一下 哗 这是什么怪物啊 是 这是恐怖图啊 你早说我就不看了 这晚上怎么睡啊 到底 奶酪都找到了 下来换毛蛋 不过这毛蛋第一期是盘点 后来的视频也一直用的是机器银 说实话 我找了半天真的没找到 它有什么好的黑历史 不过我记得它好像不是女装过吗 如果粉粉有毒 发在评论区 也让新粉粉看看是不是啊 下来是范范 它的第一期视频也是机器银 内容是讲解联动 原来罗子以前是想到教学博主 不过大家也别慌 我就就给你们找到 它的第一期原生视频 啊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终于找到了 罗子的第一期视频是这个 是一个听歌的 让你们看看 可能蛋载官方自己都没预想过 蛋载玩家的制作力到底有多高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张 目前只是小伙的MV地图 人鱼的旋律 这首歌也是来自周杰伦的美人鱼 只有作者是肉轻轻打造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正片 没想到吧 亲爱们 罗子哥哥的第一次配音 也是如此的尴尬 对比现在你们听起来 真的不想笑吗 这些够黑历史了吧 现在能把夫妻帅哥发给我了吗 对啊 我们还要看你一个黑历史 你快让我看见你一个黑历史 你竟然敢加价 我是那种会被人威胁的人吗 告诉你 绝对不可能 你夫妻帅哥没了 不就是第一期视频吗 黑历史大家想看就看 肯定要满足粉粉的要求 是不是啊 只记得那时候 我还是高家探子下的一条鱼 我重生了 这次回来 我要拿回我以前的一切 这三年里 在蛋起墙的摊子下 被他认蛋宰哥了三年 你知道我这三年 我过得有多痛苦吗 我一个年纪轻轻 冒昧如画的鲨鱼 竟然被他当成一个沙蛋 从今往后 我要复仇 成为蛋宰岛里最强的蛋 哎 美女 你要上哪儿去啊 带上我呗 滚 我竟然被拒绝了 不行 我要努力 我要成为最强的蛋 让他爱上我 这样黑历史也知道了 我的帅哥呢 他刚给我发信息 说你太丢人了 不仅是搞笑男 还是个小丑 他不喜欢小丑 所以帅哥没了 我知道你 你的我最好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我不喜欢小丑 我不喜欢小丑 不需要小丑 我不喜欢小丑 我开始了 你 我还是不sea 这种事